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冯康 既然这对青雷竹马放不下彼此 就锁死吧 因为被王晶晶用系统绑定为男主 所以无论他做什么你最终都会选择原谅 现在你自由了 电子音继续说道 那他还能再绑回来吗 我问 不能 他无权再更换男主 结束对话时 我整个人有种拨云见日的清明 看着台下乱成一团的亲人和满座冰棚 我叮叮神 拿过私衣手中的话筒 很遗憾 婚礼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让大家见笑了 众人安静下来 刚才王晶晶女士说婚礼延期 我不同意 从今天起 我和她解除婚约 以后男婚女家各不相干 偌大的宴会厅内 继新娘落跑之后 又是一片哗然 我提高音量 另外 李金会双倍返还大家 再次感谢各位的到来 说完 我鞠躬下台 脚步轻快 我和王晶晶还没领证 所有亲朋好友都知道 不是我不愿意 是她坚持要再考验我两年 如今 我很庆幸她的决定 毕竟 离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刚下到最后一级台阶 爸妈就来到我面前 儿子 你说的是真的 你想清楚了 我妈抓着我的手 激动地问 她一直觉得我和王晶晶不合适 家事背景不说 关键是对方并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可两人中 我是超爱的那个 我妈不满意 但也没强行干涉 此时她满怀悉悸地看着我 想要确认自己的愿望是否终于成真 我爸拉住她 冷静道 说气话而已 你还当真了 人家一个电话 她就又巴巴贴上去了 就你还总是相信她 语气中的失望和无奈显而易见 现场绝对多数人 应该和我爸的想法一样 我妈眼里瞬间没了光 滴滴说了句 也是 那一刻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我在感情中毫无底线退让的时候 对爱我的家人何尝不是一种折磨 这一次是真的 相信我 我拉着爸妈的手保证 嗯 相信你 他们沉默 然后敷衍地拍拍我 那神情显然是不信的 也是 王晶晶为了冯康抛下我一百次 我已经原谅了九十九次 前科累累让我的保证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不过 没关系 我终究会证明自己 我们一家三口正说着话 王晶晶的父母走过来 苏霄 你真是的 何必在台上说气话 惹晶晶不高兴 还不是要你哄 这样吧 你帮我拿下东郊那块地皮 我帮你说两句好话 眼前大肤平田 态度傲慢的男人 是王晶晶的父亲 曾几何时 他在我面前 只有卑躬屈膝的份儿 现在直接踩在我的头上了 就因为我对王晶晶的纵容和退让 王先生 我和王晶晶已经解除婚约 不需要你在他面前帮我说好话 地皮的是 我不会帮忙 另外 苏氏会中断和你公司的一切合作 所有投资都撤回 他那濒临拓产的小公司 是靠着苏氏集团的帮扶 才起死回生的 不过这一家白眼狼好像都忘了 王富顿时唬着脸 指着我的鼻子嚷嚷 好 我不帮你 等着看你像条狗一样 对我女儿摇尾起怜 怕 我妈一个耳光扇在她油腻的脸上 你再侮辱我儿子 我打烂你的嘴 他向来温柔和善 此时像知护仔的狮子 我说事实而已 怎么算是侮辱呢 这些年你的好儿子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王富没敢还手 嘴上却不饶人 再有钱有事又如何 有个恋爱脑儿子 你们的面子放在地上我随便踩 我上去直接卸了她的下巴 逼试着她的眼睛滚出去 她被吓得往后退了几步 王晶晶的母亲扶住她 轻蔑又笃定地看着我 我们等你们一家三口登门道歉 说完 拉着王富扬长而去 爸妈惊讶地看着我 然后一脸戒备 我们不会跟你去道歉的 我也不会去的 我对灯发誓 他们沉默 刚送走一波宾客 助理过来 萧总 要不要公关部处理一下热搜和网上舆论 我上网看了一下 这场婚礼的讨论度爆表 更有几个词条在热搜榜前列 锦号王晶晶落跑新娘 锦号锦号王晶晶在婚礼上 为冯康抛弃苏霄 锦号锦号苏霄宣布 和王晶晶解除婚约 锦号 王晶晶的粉丝在哈哈大笑 爽 不愧是我金姐 金圈太子爷在她跟前 连狗都不如 咱姐说扔就扔 给面子 那是不存在的 这样看来 天降还是敌不过竹马呀 太子爷好不容易跪舔来的婚礼 竹马一招手 我姐就跑了 呦呦呦 太子爷居然料狠话了 我赌不出三天 太子爷就会找我金姐跪地求饶 可怜的太子爷这么多年 连个名分都没得到 就落了个舔狗的名声 我金姐真霸气 金姐不领证是对的 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走就走 婚礼上那么多大人物 我姐照样随心所欲做自己 太子爷又怎样 在我姐眼里就是个玩物 金姐真大女主爽文 满屏都是这样的言论 明明王晶晶做得不对 粉丝聪明地用了打女拳这招 让自己偶像立于不败之地 夹缝中也有路人提醒 粉丝不用这么猖狂吧 你们姐姐有今天 全靠太子爷砸钱开路啊 不然就凭她那普通的长相 一般的演技 根本不可能出头 下面粉丝立即开队 滚 金姐能走到今天全靠自己 少给臭男人脸上贴金 她只有拖我姐后腿的份 粉随正主 一样的狼心狗肺和健忘 是我将王晶晶从娱乐圈小透明 捧成当红小花 我捧得上去 自然也拽得下来 网上的言论不用处理 都留着 雪藏王晶晶 她的所有资源都换人 换不了就终止合作 违约金我付 王晶晶的经济约签 在苏氏集团下属的影视公司 还有两年才到期 我也不算赶尽杀绝 毕竟合同签的宽松 违约金对于王晶晶来说 压力不大 助理惊讶地看着我 然后小心翼翼地开口 萧总 不好意思 我刚才没听清 赵霄总说的去做 就算他反悔 有我在呢 不会连累你 我爸出生 谢谢董事长 助理立刻去办事了 就在这时 王晶晶的电话打过来 冯康进橘子了 你把人给我捞出来 把事情摆平 语气冷冰冰的 像是在吩咐下属做事 我皱皱眉 直接挂断拉黑 很快一个陌生号打进来 还是王晶晶 苏霄 你什么意思 冯康是为了我才和人打架的 因为对方诋毁我 所以不应该你去捞人吗 我的是不是就是你的事 那边的口气理所当然 我气笑了 王晶晶 没人告诉你 我已经当众宣布和你解除婚约了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然后开口 阿霄 在婚礼上扔下你是我不对 可是你知道的 冯康那人喝了酒打起架来下死手 只有我一个人能劝住他 你今天先把人捞出来 等过段时间 咱们再补一个更盛大的婚礼 还有 冯康打的是沈家的小儿子 你帮忙调和一下 我担心对方报复 以往 我无论生多大的气 他一哄 立即怒火全消 只剩下心疼和自责 而此时 我的心中毫无波澜 我真的摆脱了他的控制 关我屁事 我毫不文雅地回应 然后挂断电话 一抬头 爸妈目光炯炯地盯着我 萧萧 你真的 我妈满眼期待 我爸赶忙拉住他 别急 再看看 这还不到一天呢 看着他们想相信 又不敢相信的样子 我心中酸涩 在商场上杀伐果掘的两个人 如今的战战兢兢 都是因为我 因为爱我 冯康和人打架的时候 我打听过了 今天的婚礼 他没来 跑酒吧 借酒交仇去了 这本可以理解 爱人结婚了 新郎不是他 可这人听到 隔壁座说我和王晶晶的婚姻 是高价低取 就发疯冲过去打人 快三十岁的大男人 打赢了刚成年的小孩子 以沈家人的互毒的程度 日后有他瘦的 王晶晶的电话没再打过来 他给我发了条信息 苏霄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想清楚 你要是不帮冯康 那就分手 这是他的惯用伎俩 我没理他 晚上 王晶晶影视和代言备患的消息 开始在论坛上蔓延 他的粉丝开始慌了 怎么回事 苏霄这次来真的 居然开始动晶姐的资源了 姐姐被血藏了 有点害怕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确实是苏霄把晶姐捧起来的 当然主要是咱姐姐自己争气 给的资源撑住了 半夜十二点整 王晶晶发了一条微博 打不倒我的 终将使我更强大 粉丝顿时像是打了鸡血 原地复活 不愧是我姐 没在怕的 靠自己就是底气足 鹿转粉 这姐好拽 我好爱 哈哈 姐姐回应了 粉丝不要担心了 紧登姐姐的步伐就好 我们是她坚强的后盾 我笑看她们的天真 在温室里待久了的人们 该见识见识 真正的娱乐圈的险恶了 王晶晶来找我时 是三天后 我还以为至少能坚持一个礼拜 高估她了 苏霄 你什么意思 会议室里 她冷着脸当众质问 我打量着她 身材瘦小 皮肤微黑 模样只能称得上清秀 也就眼睛还说得过去 水汪汪的 看似寒情 实则无情 这人浑身上下 就没有吸引我的点 想到自己被系统裹挟 将她捧在手心里三年 我不有一阵恶寒 还好 我已经解脱了 为这点破事你 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见我不出声 她一拍桌子 第一 你马上把冯康给我捞出来 第二 你们一家三口 去给我爸妈道歉 然后和我家公司恢复合作 增加投资 第三 把我的资源还给我 张党那部电影 我要演你一号 你给我弹下来 说完 她仰着下巴看着我 这些你都做到了 我就考虑原谅你 我实在没忍住 笑出了声 王小姐 有病去医院 别来我这里风言风语 我朝保安招手 送王小姐出去 以后谁再不经我同意让她进来 直接去人事部交辞职报告 苏霄 王晶晶变了脸色 气急败坏地大喊 看向我的目光 带着满满的恨意 这样的她我并不陌生 一旦我没有第一时间 为她和冯康解决麻烦 就会面对这样一张脸 以往我会被这样的眼神 狠狠刺痛 然后默默帮忙收拾烂摊子 可即便是这样 我都不配得到一个谢谢 一开始冯康还不情不愿地道声谢 王晶晶拦着 谢什么谢 给她脸了 明知道你这边有事 不说主动出手 还要我去叫 没诚意 后来两人一起 将我的善后 视为理所当然 此刻 我像看疯子一样看着她 你会后悔的 被保安拉着往外走时 她盯着我 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我微笑 后悔的不会是我 当天下班回家 我妈亲自下厨 给我做了晚餐 我爸开了瓶酒 不错 坚持三天了 值得庆祝一下 我福娥 长路漫漫 想要扭转印象 真是不容易 冯康从居留所 出来那天 王晶晶亲自去接的 有人拍了视频 传到网上 视频里 王晶晶对着冯康 嘘寒问暖 满眼心疼 视频的最后 她挽着她的胳膊 打情骂 撬地上了车 仿佛一对恩爱的小情侣 粉丝在下面磕疯了 好甜 还是青泪竹马好磕 我姐眼里 真是满满的爱啊 面对太子爷的时候 可没这样的眼神 笑死了 我姐面对太子爷时 各种冷脸 各种嫌弃 面对竹马时 一副恋爱中的 小女人模样 姐呀 早点认清自己的心吧 你爱的不是苏霄 是冯康啊 果然 爱和咳嗽一样 是无法隐藏的 太子爷出局了 坐等这对官宣 曾经这样的言论 让我如梗在喉 现在我只想告诉粉丝 你们的愿望成真了 没想到 白天刚看到两人的视频 晚上就偶遇了真人 当时我和朋友 从酒吧小酌出来 边散步 边等司机来接 经过一条小巷时 听到里面传来女人的喊声 我是苏霄的女朋友 看你们谁敢动她 都给我滚开 是王晶晶 我和朋友对视一眼 几步走到巷子口 正好听到一个年轻男人回道 切 骗鬼呢 婚礼上 你为了这垃圾逃婚 苏少当时就宣布 和你分手了 让开 这件事与你无关 我们只找冯康算账 我和苏霄已经复合了 他一会儿就过来接我 有本事 你们一个都别走 王晶晶撒谎撒得理直气壮 昏黄的灯光下 几个小混混模样的年轻男人 面面相去 王晶晶趁机跪在倒地 身影的冯康身边 心疼地摸着她的脸 声音里带着哭腔 哥 没事了 等苏霄到了 我们就送你去医院 我本已经寒了的心 更冷了几分 在一起三年 王晶晶从未为我 掉过一滴眼泪 曾经在一场车祸中 我为了保护她被撞得 头破血流 肋骨折了好几根 即使这样 她的第一反应是 这是你自愿的 以后可别用这个道德 绑架我 我躺在手术室中 生死未卜的时候 好发无伤的她 去陪冯康过生日了 我妈气不过 给她打电话 她回 我又不是医生 在门口守着 有什么用 冯康只有我这一个亲人了 我陪她过生日怎么了 没有关心 更没有心疼 只有冷漠 那次之后 得知我还要继续 和王晶晶交往 我爸妈直接收回了 我手上的公司股份 他们认为 以我这个恋爱脑程度 苏氏集团交到我手里 早晚姓王 没有复合 我走进巷子 所有人都看过来 苏少 小混混的喊 我点点头 你们继续 我只是路过屁个窑 好嘞 立即有一个小混混 冰机仔似的 帮王晶晶拎到旁边 阻止她在捣乱 其他人对着冯康开打 我和朋友默契地 往巷子外面走 苏霄 你别走 王晶晶慌了 我没有回头 只听她又哭喊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我给你们钱好不好 十万够不够 二十万 没人理她 朋友嘲笑我 人家这才是真爱 你那只能算是一厢情愿 我无法反驳 只能上脚踹她 打闹着走出一段路 王晶晶突然跑了过来 拉住我的胳膊 她披头散发 脸上泪痕斑驳 妆都花了 苏霄 舅舅冯康 那几个人 是沈家派来找茬的 我从来没求过人 更没求过你什么 这次求你帮冯康 把视频了吧 否则沈家人 会没完没了的 我冷笑 以前她不用求别人 是因为有我在 不求我 是因为想要让我做什么 只要一指气势就好 根本不用低姿态 更不用求 看着为了冯康 低声下气的她 我问出心底的疑惑 你这么在意 冯康为什么不跟她在一起呢 她的反应 居然是得意一笑 苏霄 你果然还是在吃醋 放心吧 我一定会嫁给你的 冯康只是哥哥而已 她蓬头垢面的样子 真的不好看 笑起来更甚 在深夜昏黄的路灯下 更增加了几分恐怖效果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无心和她纠缠 这个忙我不会棒 还有 不要再冒充我的女朋友 我也绝不会娶你 王晶晶的笑容将在脸上 半赏 她说 苏霄 你一定会娶我的 我哼笑一声 一厢情愿 她的身体晃了晃 对受打击的样子 这就受不了了 她对我的冷言冷语 可比这很多了 离开时 冯康还在巷子里惨叫 我没想到 王晶晶口口声声说 要嫁给我 几天后 却送来了她和冯康的喜帖 两人是一起来的 手挽着手 站在我面前 很是亲密 我和冯康下礼拜要结婚了 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说话的时候 王晶晶死死盯着我的脸 我随手接过大红喜帖 恭喜 有时间我会去的 跟前的两人站着不动 我醋了醋眉 还有事吗 苏霄 王晶晶声音哽咽了 我要和别人结婚了 我纳闷地看着她 我听清了呀 而且也说了恭喜 你就一点不难过吗 她不死心地追问 难过什么 你喜欢她 她也喜欢你 不挺好吗 再说 这又不是领证 你随时可以反悔 冯康黑了脸 抱歉 这是我的经验 对你应该不适用 我朝她笑笑 她的脸色 并没有好多少 那我要是领证呢 王晶晶咬唇追问 我眼神缩了一下 顿时语色 王晶晶仰起嘴角 有种稳操胜券的自得 苏霄 我这次会领证 冯康惊讶地看着她 随便你们 我转身离开 背影在他们眼里 应该更像落荒而逃 第二天 有人在网上爆出 王晶晶和冯康领证了 她的粉丝立即炸了 姐姐你在干嘛 你收拾烂摊子 有瘾吗 苏霄那么好的男人 你不选 选了这么个货 我们磕个CP而已 你怎么还当真了 冯康虽然说 喜欢了你二十多年 可她女朋友就没断过呀 你脑子里是水吗 为什么要选冯康 为什么 苏霄比她强百倍千倍 你是真爱 还是为了和苏霄置气 明知是错误选项 为什么要选 也有一小部分粉丝 被弄糊涂了 青梅竹马 从校服到婚纱 多浪嘛 楼上都怎么了 平时你们可是把苏霄贬得一文不值 立即有人为她解惑 踩苏霄是帮金姐里人设懂不懂 你去了解一下冯康的黑历史 再来说话吧 气死我了 放着金婚婿 不要选了这么个一无是处的垃圾 王晶晶把我堵在了停车场 这次是她一个人来的 苏霄 这次我真的结婚了 她打开结婚证给我看 恭喜你得偿所愿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妄图在我脸上 找到一丝后悔的样子 然而没有 她慌了 喃喃自语 为什么会这样 不应该这样的 那天你明明 以后好好过日子吧 不要来找我了 你爱人会不开心的 你们俩真的很般配 不是 王晶晶拼命摇头 双目赤红 她根本配不上我 她抽烟 酗酒 烂情 天天惹是生非 是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废物 原来她知道冯康的缺点 可是以前她最爱 当着我的面对冯康说 苏霄凭什么和你比 说话间 还不忘摆我一眼 毫不掩饰她的比喻不屑 苏霄 王晶晶的语气软了下来 我们两个才是最般配的 我帮她是可怜她 和她结婚是为了刺激你 她抓着我的胳膊央求 我现在就去和冯康离婚 以后都不会再见她 也不会再帮她了 苏霄 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不好 她拉着我的手不放 我嫌弃地扭过头 正好看到不远处冯康握拳 站在那里 额头上青筋直蹦 大家都知道你爱她 只是你还没认清自己的心而已 我低头朝王晶晶微笑 不是的 我爱的人只有你 她流着泪辩解 就在这时 王晶晶的父母 从鞋刺里冲了过来 你去 有什么事咱们回家说吧 两人脸上带着讨好的笑 完全没有了 当初在婚宴上的嚣张 我无语地直指他们身后 你们的女婿在那里 别叫错人了 王妇扭头看了眼冯康 向我解释 放心吧 女婿 他俩是假结婚 王母的脸笑成菊花 萧萧 你才是我们认定的女婿 走吧 咱们回家 想吃什么妈给你做 你不是最爱吃妈做的菜了 以前我可没这么好的待遇 只要我去王家 冯康必在 王母下厨也只做她爱吃的 何曾雇过我 已经领证了 可不算是假结婚 我严肃道 目光直视冯康 你们的婚姻受法律保护 只要有一方不愿意 没人能逼你们离婚 她眼神微动 阴沉着脸扫尸王家三口 冯康听我的 我想什么时候离婚她都会配合 王晶晶抓着我的手 又紧了紧 我一根一根掰开她的手指 王小姐 你们离不离婚 与我无关 别再纠缠我了 苏霄 她还想说什么 我冷下脸 放手 她吓到了 继而跌坐在地 眼面痛哭 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是因为你 肆意践踏别人的感情 见我油盐不尽 王父王母扑通一声 跪在我面前 女婿 就算不和晶晶和好 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你帮帮我家公司吧 王家的公司 是王晶晶的爷爷创办的 老爷子去世后 由王父继承 可惜他没有经商天分 几年的时间 就经营破产了 靠我的帮助起死回生 如今我切断一切资助 他家的公司 又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 我视而不见地绕过他们 身后 王父王母埋怨女儿 都怪你太做 为了这么个玩意儿逃婚 现在好了 人家不要你了 信誓旦旦 苏霄一定会娶你 结果呢 王晶晶哭着嚷 你们给过他好脸色吗 初老师就会怪我 接着是他嫌恶的声音 滚开 别碰我 咱们这就去离婚 我才不要嫁给你 原来他也可以对他恶语相向 可惜是为了他自己 而不是为了我 曾经冯康故意害我受伤 他都能站在他那边 反咬我一口 那是我们交往两年后 有一次爬山 斜坡上我被人用力 从身后推了一下 摔倒前 我下意识地伸手 抓住那人的衣服 结果是 我们两个人一起滚下山坡 下黑手的人是冯康 醒来时 我人已经在医院 手和脸上有擦伤 脚崴了 肿得像个馒头 轻微脑震荡 我刚想问问 护士冯康的情况 王晶晶就红着眼眶 拉着人进来了 他毫不关心我的病情 上前就是质问 苏霄 你自己狡猾 为什么要把冯康拽下去 你怎么这么恶毒 你看看他这一身的伤 我定睛看了一下 所谓一身的伤 是鹅脚贴了块纱布 右手贴了个窗壳贴 刚要反驳 和我们一起 爬山的朋友开队了 王晶晶你别太过分 明明是冯康 故意推的苏霄 苏霄条件反射 抓住他的衣服 两人才一起摔下去的 而且苏霄受伤 比你的好朋友 众多了好吗 你能能关心一下 自己的男朋友 王晶晶不信 咄咄逼人的 让朋友拿出证据 直到朋友将别人 恰好拍到的视频 拍他脸上 才住了口 一直默不作声的冯康 终于张嘴了 晶晶 就这样吧 算我错了 其实我只是想和苏绍 开个玩笑而已 哎 下次我可不敢了 有钱人就是金贵 王晶晶安慰的 拍拍他的手 是他自己没站稳 关你什么事 你才是被碰瓷了 别被别有用心的人破了 然后斜着眼看我 你自己狡猾还连累无辜 就别让你的狗腿子 倒打一耙了 不够丢人的 从始至终 他没过问一句 我身上的伤 那一次 我下定决心 和王晶晶分手 可他一个电话 我就忘了当时的愤怒 和心灰意冷 继续按前马后 当了舔狗 王晶晶当然没有离成婚 我想即使没有系统的干预 冯康也不会肯离婚的 王父王母找过我两次 求我救救他们的女儿 救救他们的公司 我车都没下 任由他们在外面哀求 但凡他们以前 对我有起码的尊重 我都不至于做到如此地步 他们现在所有的后悔莫及 不过是为之前的 四亿妄为买单罢了 王晶晶的粉丝 涌到我的微博 求我将他们的姐姐抢回来 现在的他们 也开始念起了我的好 仿佛当初把我骂得 一无是处的不是他们 别家粉截图了 他们前后两幅嘴脸嘲笑 就爱看打脸 好爽 我爸妈彻底相信了 我分手的决心 高兴之余 给所有员工发了奖金 也将我的股份还给了我 公司回绝了几个 找王晶晶的资源后 她终于来谈解约 我让人将她带进了我的办公室 再见面 她客气有礼 说话柔和了很多 我公事公办 没有废话 很快办完了解约手续 起身要走时 王晶晶突然说了一句 不好意思 我用一下洗手间 然后直奔我办公室内的 休息室而去 我皱皱眉 拦住了准备出去的 法务和财务 直觉会有事情发生 过了十来分钟 里面毫无动静 我让财务姑娘去敲门 没人应声 门被反锁了 我心中一领 直接踹开了房门 跟在身后的财务尖叫一声 房间里 王晶晶躺在床上 鲜血染红了浅色的床单 她割腕了 人已经是半昏迷状态 原来她还没有死心 我给她简单包扎后 送去了医院 然后等她醒来 王晶晶在病床上睁开 见到我 眼泪大滴大滴滑落 伸手要抓我的手 阿肖 我们和好吧 我爱你 你也还是爱我的 对不对 我躲过 看着她苍白的脸色 逢夫人 到此为止吧 我对你已经没有感觉了 你伤害自己 并不会改变什么 她这次对自己下手 确实狠 那又如何 这样的手段管用的前提 是我于情未了 为什么 以前你明明那么爱我 她脸色更白了几分 爱神问 你也说是以前了 爱会被消磨掉的 当你一次又一次 为了冯康不顾我的死活的时候 就该想到会有今天 不是的 你应该原谅我的 你永远都会原谅我的 不管我对你做了什么 没有心思和她掰扯 我直接将最大的惊喜告诉她 我不会原谅你 也不会和你在一起 因为冯康才是你的男主 他瞬间瞪大了眼睛 惊恐得看着我 整个人颤抖起来 不是的 我的男主是你 一直都是你 我帮你改了 在你逃婚那天 不用谢 我笑着白白手 之前的玉器一扫而空 她愣了一会儿 然后是歇斯底里的尖叫 为什么不能改 你骗我 改回去 改回去 应该是在和她的系统对话 我从病房出来时 和冯康擦肩而过 她眼睛带着宿醉的通红 身上酒味烟味 香水味浓重 很快伴随着杯子碎裂的声音 是王晶晶的呵斥 你来做什么 滚 冯康吊儿郎当的回应 我可是你的丈夫啊 怎么能不来看看你呢 看来你没事 再给点钱花花呗 再见到王晶晶是一个酒会上 她彻底放弃了 人淡如菊的人设 直白谄媚地 讨好着那些导演和制片人 静遇真的能改变一个人态度 从医院离开后 我虽然没有特别关注 但对她的消息 还是有所耳闻 解约后 她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没有了我的无脑支持 她的资源大跳水 冯康居然成了她的经纪人 这人没经验 没能力 没底线 一切利益为先 本来王晶晶凭着人气 还能拿到说的过去的资源 可是冯康为了钱给她接的 都是烂据 当然这得说 两人臭味相投 毕竟无论如何 最后也要王晶晶点头 同一步舍 结果当然是扑街又被炒 接连扑了几步后 王晶晶只能接小成本网剧的女二 女三了 她不甘心 自己组了个局拍戏 结果赔得一塌糊涂 房子都卖了 填补窟窿 她家的公司在那之前已经宣告破产 接连的失败后 王晶晶开始出入各种酒局 寻找能让她东山再起的人 一开始还遮掩着 后来干脆光明正大 经常被拍到她和不同的人姿态亲密的同友 或者进出酒店 她所剩无几的粉丝 一直在为她的婚姻倒计时 更有不识趣的 在我微博下 切而不舍的 让我将王晶晶追回来 开玩笑 这对恩爱夫妻可是我亲手所死的 谁拆 CP也不行 包括我自己 苏霄 好久不见 我刚应酬走一波人 王晶晶在我身边坐下 她眉眼间沧桑许多 细看脸上有亲子的痕迹 据说她和冯康好几次打进了医院 好久不见 我礼貌回了一句 然后便是沉默 坐了会儿 有服务生端着托盘过来 王晶晶伸手拿上面仅有的两杯酒 将其中一杯递给我 喝一个吧 我接过 没喝 怎么了 该不会是怕我给你下药吧 放心吧 我现在对男人没兴趣 她和我碰了下杯 将自己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我将手机上的视频给她看 她的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视频中 她正往酒杯里倒入白色粉末 我将酒杯交给身旁的助理 拿去检测 王晶晶上来要抢 她的声音突然在大厅里响起 你看毁掉一个人多容易 不过是让她陪我参加饭局 又让她多喝了几杯 然后拜托那几个男人送她回家 她就跳楼了 演戏有天分又如何 命都没了 而我还有无限可能 楚轩 你可不要怪我 谁让我好不容易拿下的角色 这片突然变卦要用你呢 全场皆惊 楚轩是王晶晶的好友 也是一名演员 事业不温不火 一个月前 她突然跳了楼 没想到 死因竟然和王晶晶有关 此时的王晶晶目露凶光 咬牙切齿 冯康 说曹操曹操道 冯康从人群中出来 脸上是毫不掩饰的恨意 王晶晶 没想到我 还能回来吧 想弄死我 没那么容易 她拄着拐杖 头上裹着纱布 露出的皮肤上 伤痕累累 王晶晶疯了一样 朝她扑过去 去死 围观群众看着两人 撕打到一处 无人上去阻拦 楚轩的事 让王晶晶的演艺生涯 彻底结束 仅有的粉丝 也全部脱粉回彩 她递给我的那杯酒里的药 是致人迷幻的 拿到检测结果时 朋友拍拍我的肩 还好你早有防备 恭喜你跳出了火坑 是啊 恭喜我自己 就让那两个人 互相折磨去吧 对了 酒会上的那场互殴 王晶晶被毁龙 双目失明 而冯康伤上加伤 一条腿彻底废了 后来王晶晶的父母 在网上曝光 冯康家暴自己的女儿 网友留言非常统一 活该 恶人自有恶人魔 王晶晶和冯康 成了一对怨偶 彼此折磨 又不能分开 而我 全链接管了家里的公司 也遇到了一位 门当户队 又情投意合的姑娘 交往两年后 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一场完美的婚礼 苏霄 恭喜你 遇到了对的人 那道久违的电子音突然出现 你们会夫妻恩爱 白头偕老 一生幸福美满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